当时一个投资移民 他来了以后考察环境 我陪他到这个 辛辛苦苦啊 就是大东西啊 陪他到蒙特利尔 俄罗得华 这个多伦多啊 到处去转 对我印象很好 后面就是他移民登陆成功了 他给我打电话 说小雷啊 咱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做个事情啊 我说好啊 我说正好一个公司在那里做的 他说那好 我投资就这么成啊 太简单一回事 这是最方便的事情 另外就是收购爱德集团 就是我们开始做了爱德集团的 这个加工带领 那么爱德集团海报油 是非常这个牌子非常硬 我们自己出来 第一次海报油 这两个海报油 在市场上就打起来 这两个是市场上最大的这个品牌 会不会想呢 就是与其两败俱伤 还不如我把你收购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花了一部分资金呢 就把爱德的这个知识产权 因为很多研究在这个产品后面啊 然后在国内的经销权 这个爱德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博士 有那个建制号的一个产品 已经在这个市场上 我就把它收购了 这样做的话呢 就避免这个恶性竞争 然后呢就是扩大这个企业规模销售网络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它本身就有一个销售网络了 另外就是把这个竞争对手啊 点给了合作者 我发现收购了咱们是合作方了啊 咱们不是市场上的那个竞争啊 那么2003年的时候 我们收购了爱德 以后我们产品马上就过去了 就过到了中国市场 然后同时呢 2014年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独自企业 叫做生物工程 北京运营公司 这个公司的作用就是 把我们爱德和BEC系列产品 打到国内市场去 那么这个你看脚头上这些产品啊 我们一共担配20种产品吧 是在国内市场上这个销售了 同时呢我们这个在沈阳 又成立了另外一家 这个生产性的这个外资企业 叫做生物人斯这个沈阳运营公司 另外就谈到一个这个多品牌 多品牌 因为这个我讲的这个 可能讲远了大家很难理解啊 我讲一个比较近的例子 假设你一个品牌 你在多伦多市场 假设有十个店在销售你的东西 那么这十个店必然打架 就是A店包也B店了 它的价格也低了 B店包也A店 它的价格也低了 所以这个市场会做得很难 大家也不愿意销你的东西 如果你再出几个品牌 让他们分开销这些 大家利益都可以保证 大家都很高兴 这就牵涉到这个你比如咱们中国人的市场 当地主流社会的洋人的市场 以及这个国外的市场 美国市场 俄罗斯的市场 印尼的市场 南韩的市场等等 所以我们采取了多品牌策略 这就是我们在2005年推了另一套系列 叫做Zelly 也是删出来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出口 很大新闻这个产品 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在加拿大这个情况不同 加拿大有很多网站 里边海报油啊 一百粒啊 是五块钱 但在南韩这个牌子 现在是十九块钱 这个价格差别再大 因为他们过关也要费用 如果他知道这个东西 在加拿大就是五块钱 那不是他抱怨南韩的 为什么卖我十九块钱 但是如果不是一个牌子 他们就不会抱怨的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为什么我们又出了 几个系列的产品 我们2015年 首批得到了加拿大JMP证书 同时我们产品 到了南韩 俄罗斯 新加坡 印尼 好多这个国家就是说 你必须有他们国家的包装 你比如说中国的 你必须中英文 必须要有中文的包装 这是韩国出口的包装 韩文的 等等等等 OEM 就是说我们在做我们自己产品的同时 在开发新领域的同时 我们给各个商家提供OEM服务 也就是说你要开发一个产品 你告诉我们你想开发的产品 我们给你提供配方一提 你自己提供配方一提 然后贴你的标签 我们给你生产 贴你的标签 你取个ABC 这个Trademark 我们就给你生产了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越多越多了 这些你比如这个Jerry牌子 是我们把它生产的 然后南波 南波这个海报约灯的 就是我们也提供这些服务 其实这个是跟经销商建立一个 牢固的合作关系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它这个标签都在你这里印了 这个关系都建立起来了 它会一直卖你的产品 它不会轻易改变的 这是一种方式 最后来就是因为时间